台北的憲哥 美女工場 保留日本時代的勝三散 也已經有百年的歷史 也是指定告知 今天早期有文族團體 幾季加回抗議 它是批評說 蕾進步去年 提出的變政案 要把告知的一部分 拿來做台北科技大學用地 這不是破壞文族的保障 聽說也沒有正義 直審議 黑箱作業 停止審議 文族團體大聲抗議 政府惡心 因為有百年歷史 因為台北建國美女工場 自兩千年比之前做起定告一年後 要開發做美女文化學校 來做告知的多不準 但是文化學校的項位 率二控二三年比特定 內政寶又提出新的變政案 文族團體含著和學者的批評 說新的項位 要把告知當中的1.83公項 拿來做台北科技大學用地 不然破壞文族的不準 幾位聽說也沒有正義 目前在走的這個都市計畫的內容 我們也跟北市文化局 確認過並沒有送到北市文化局 就是所謂的文化主管機關 去徵詢相關的意見 在其他的重大公共設施裡面 都必須是跟能源運輸相關 必須要是國家重要的計畫 北科大擴敲有嚴重 或者是必要到這樣子的程度嗎 文族團體支出建國米陸工廠是臺灣 投資做現代化的米陸工廠 有1900年代 日本世紀以來的國時代的 性三線有重要的文書記載 而且到達也有性三線的運作 其中要看好北科大 保分性三線的動力系統 就包括再來 文族團體支出 不然能強調外交這個運作 政府這個新的變形案 也應該重新領域公廠會 和基民文族團體文化部長 但會溝通策畢 行政院是認為這是一個 用一個所謂重大計畫的方式 要透過都市計畫 把27條進為變更 可我們認為它根本不是一個重大計畫 它是一個重大爭議 我們呼籲明天就要召開的 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 應該要暫緩 本日才去內政部 就要將對米陸工廠 都經的案件來調開 都市建委審議會 文族團體含在地區面 是發生說 早上就要去到內政部 各地管理宿頭前來去抗議 希望審議會可以聽到 他們的審議 記者 魯雄宇 鄭俊悠 代表報道